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大约70%的面积 作为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起源地 它所拥有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所谓靠山吃山,靠海,自然与海为生 中国漫长海岸线生活着的渔民 大多都还是靠着出海打鱼为生 他们有的还是以原始的人工拉网方式捕鱼 有的则驾驶着渔船出海捕捞 每天他们的收入都是依靠大海的馈赠 有时候是一网水草,有时候是一网鱼 晚上11点40,一阵闹铃声将陈戎国叫醒 到了晚上涨潮的时候了 今天潮水到来的时间大约是零点三十分 他要赶在这个时间之前将鱼网放下去 好在潮水到来的时候能捕到鱼 在黄海,一次潮水的时间大约是六个小时 在这六个小时里,陈戎国一直需要守候着渔网 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清洗一下渔网 以免渔网被泥沙冲破,直到潮水过去,他才能安心睡觉 海洋的这个农船一天一夜是四个小时 两长,两号,两个长潮,两个好潮 陈戎国对这片海域的情况可谓是十分清楚 从济世起,爷爷、爸爸都是以打鱼为生 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开始正式上船打鱼 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飘在海上 每天潮涨潮落的时间 哪片海域有什么鱼,他都了如指掌 而多年枯燥的捕鱼生活 也让他养成了焉不离手的习惯 一家人开心地吃完了饭 陈戎国又要开始中午的作业了 这两张锥形大网就是他的捕鱼利器 你看这鱼网非常大 其实他捕捕的东西却非常小 用大海捕针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这体长约六厘米左右 体重零点一克 细长而又透明的小家伙 就是他们捕捕的东西 鳗鱼鸟 整个春天 这些鱼民都靠打捕鳗鳗鱼鸟为生 全家人开销都靠他们 其实这个上半年能够卖鱼鸟 它贵了 它卖鱼鸟最高的时候40 到最后的时候还有30度 它的数量区率少 它价钱上来的时候 它比如说 你拿现在卖鱼鸟 聚集的时候再13块半 现在6块 100条不利不坏钱 鳗鱼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鱼种 它在陆地的河川中生长 成熟后回游到海洋中产卵地产卵 一生只产一次卵 产卵后就死亡 小鱼出生后 则会回游到淡水河流中生长 虽然我们吃的鳗鱼 大多是人工养殖的 可是人们却无法人工繁殖鳗鱼 只能收购麦鱼苗回去养殖 你看它个头很小 可是它的价格却非常高 1000克能卖到三四十万元 价格比黄金都高 可是这段时间 麦鱼苗的价格不太好 一条只能卖到六块钱 不稳定 打鱼这个生产就不稳定 我们以前九季里的时候 我们弄这个麦鱼苗 还弄过几千块钱 麦鱼苗相当的脾气 只有一块多几一条 一块五一块六 一块七都卖过来 现在的麦鱼苗还高一点 由于麦鱼苗非常弱小 鱼虾泥沙都能轻易地将其四王 所以陈恩国就需要在追星网的尾部守候着 每隔几分钟就将网捞起来 将麦鱼苗清理出来 然而青天的收获似乎不太理想 一个潮水过去了 也就收获了几条 按照现在的行情 一天都卖不到一百块 这跟他以前的收获比 连尾数都不到 以前可以打个一七六条 一天 一天 一个潮水 就像这样 说一个潮水 可以打一七六条 其实海洋资源就少 以前 就这样可以七八万 去的时候一里面一打工 打工可以占个一两万 就在船上 可以占个一里面三十万块钱 最早的时候就占个万块钱 三十万块钱 那收入也不多吗 不多 眼前渔业资源越来越少 补鱼收入越来越低 再加上渔船即将到期报废 陈荣国也开始考虑 后续生活的问题 船长们 你说马上我们船到时间 还报废了 国家到时间就报废 他说我不想搞船了 我们弄船弄半分的 还没有发的财 收集是一样的 台上能够个三万两万的 就在船上哭个四五万五六万 他船上烧鲨鱼啊 贴汪鞠啊 贴绳子 知之修鱼啊 钱都都苦来了 一花了 是这样的 在陈荣国看来 捕鱼是一件非常辛苦 又赚钱不多的工作 很多时候需要看天吃饭 收入很不稳定 而种地 则是一个收入相对稳定 并且不太辛苦的活 因此 他十分羡慕农民的生活 种铁 它部分怎么说 年上豪与丑 它都是卷的 这个铁是 你只要长得好 它就卷的多 长得不好 就卷的少一点 但是它不得亏 农村 农村啊 所以说有时候就亏 他说 你今晚大了一地了 不必要在这个海上 河风苦浪的 人的野猎 才干活 渔民由于世代在海上打鱼 他们和农民不同 并没有承包和耕种天地 陈荣国很小 就上船打鱼了 除了打鱼 也没有什么别的技能 可是 想要上岸生活 总要有经济来源 这可把陈荣国筹坏了 就在陈荣国发愁的时候 他得知 大丰市政府 每年都会将一些 由贪图改造来的 鱼塘和农田租出去 这让陈荣国看到了希望 大丰是我国一个 比较特殊的地方 在其他地区考虑 如何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的时候 这里的土地面积 尤其是耕地面积 却在连年增长 我们大丰市 拥有112公里的海岸性 探土总民计呢 达到116万亩 由于长江和黄海泥沙的不断冲击 或是探土呢 每年以1万亩的速度 向东延伸 在洋流作用下 大量黄海和长江的泥沙 不断地被搬运到大丰的沿海地区 大丰的海岸线 也因此每年向东延伸约45米 土地面积每年增加约2万亩 泥沙的不断淤积 许多原本是海洋的地方 逐渐形成了贪图 大丰很多市政建设 包括国家伊类口岸大丰港 都是通过将贪图治理后建造起来的 其实对于这个过程 很多大丰本地人都深有感触 我爷爷说过的 德罗斯这个西边这个田 往东边三里啊 三里就是一路 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原因 大丰拥有着不断增长延伸的贪图陆地 给了像陈荣国这样的渔民们落地生根的梦想 与此同时 这块神奇土地还给其他生灵带来了生的希望 可是将贪图变为耕地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贪图含盐量比较高 平整后的土地无法直接用来耕种 因此很多贪图首先会被修整为鱼塘 先养殖海水鱼 再逐渐过度到养殖淡水鱼 经过五到十年的养殖过程 才能形成耕种条件 从贪图变成耕地啊 要经过这样几个过程 第一个呢是对贪图进行矿围 形成这个鱼塘 引进淡水进行淋淡洗剪 经过三到五年 具备了这个富肯耕种的条件 这样呢再经过这个农亭水利的基本式式建设 就能变成耕地了 得到消息后 陈荣国第一反应是去承包农田 这也是他一直的心愿 可是毕竟他一直生活在海上 对种植这一块并不熟悉 他决定去找他儿时玩伴取取经 庞宁海和陈荣国是同一个村的 也是他们村里少数几个没有出海打渔的人 他很早就开始种地 对种植这一块非常熟悉 这些年通过承包和转包其他人的土地 他手上的田地数量已经超过了200亩 学到小美呢 就是粮食的国家都有保护家的 像现在市场行情的时候 小麦能卖到一块二左右 学到一块五 一块六 这样子就是正常情况下 小麦一千斤一亩 学到一千二 本来这个毛收入 一定三千块钱左右吧 吃了成本 反正一亩就拿了 就是学来捐了个千八块钱 现在的唐宁海每年种植粮食这一块的收入就有三十到四十万元 可谓是收入颇丰 可是在他刚承包土地的时候 收入远远没有这么多 每天起早贪黑 母田也就现在的百分之六七十 土地肥的的皮质 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构成 土肥学 就农生 它当时培养吃的是一个构成 不是一年来年搞不成 要经过 像这些都会拼击的土地 要把它搞肥的 起码要能长专家风产 要起码五年 就是你通过这片环田 通过扭积质的扭积肥料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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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拿初步的来培养给你的 要是这个土壤 就是这个 带领角 还有什么这个微量元素 它都要度有 增加有机制 在华峰项目浮肯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大峰其他地区的小麦的产量 能够达到五百多公斤 但是那项目区的部分停坏 只有三百多公斤 为了解决 复肯后产量低的问题 他们将复肯土壤取样后 送到了耕地质量保护站 进行了分析化验 经过多项检测分析 他们发现 复肯后的有机制含量非常低 我真的送到复肯过 可能有时 跟着成一时破坏以后 可能导致突然养分 发生病化 那我们就通过 采一图进行化验 化验了以后我们发现 就是说一个是土壤的 有质在 酱汁 土壤的那个食用性 早就拼高 在详细了解了耕作情况后 老陈决定 还是先从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养鱼开始 先去承包鱼塘 在养鱼空闲的时候 再过来跟老塘学学种植 这样才会更加保险 从打鱼到养鱼 陈荣国的改变还是非常快的 这片200亩的鱼塘 就是他新的谋生工具 多年的打鱼经历 让他对鱼的生活习近 还是比较了解的 在他看来 养鱼的诀窍 就是不要让鱼得病 如果鱼的有病啊 如果即使治疗 消毒快 养的都弄得好的话 它只要鱼不死来卷起 肯定卷起 现在的鱼 不像一些一抹鱼塘啊 它都养多少多少 现在的一抹鱼塘 就要比鱼塘多了 放得多 鱼的密度就比鱼高 它就卷起 只要鱼不得病 它就卷起 随着上岸后 老陈一家各项事情 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他们也办进了 政府修建的渔民新村 一家人在一起 其乐融融 不过前几天 听说了 万银搬迁过来的三峡移民 承包土地 建成家庭农场后 收益不菲的事情后 他那不安分的心 又开始活络起来 他叫杨明福 是三峡移民 到大峰落户后 在政府的帮助下 承包了一些土地 建起了家庭农场 在这个大棚里 种满了西红柿 黄瓜 辣椒等作物 除了政府分给了 个人的十几亩地 他还从万银的 不省合作土地 整治合作项目 改造成功的19.02万亩土地里 申请承包了200多亩土地 流转的有两百多亩 我们流转的15年了 流转的那个二年土地 城堡接触那个时候吧 比较稳一点 其实刚来的时候 他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土壤成分不一样 政治作物不一样 由于语言不通 出现了问题 连沟通都成了障碍 好多专家都来帮我们採视的 我们的土地 自己拿大红去 锅头就去採点那里 这个能长或者不能长 能长什么东西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扬名符的成功 让老陈又有了种地的想法 他也开始承包土地的准备工作 相信不久以后 他会拥有一片 自己能够随意耕种的土地 他的土地梦想 也会因此实现 由海洋迁徙到陆地 原本就是生物进化的趋势 但是资源是有限的 无论海洋还是陆地 在每年万亩速度 向东延伸的大峰 通过贪图的治理和复看 给这片土地 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无限希望 老陈的梦想实现 必然要依靠科学开发利用土地 这也是人类共同的命题 在这边 这边是人类共同的命题 也许共同的命题 在这边是人类共同的命题